近日华仔刘德华为其2013年9月从上海起跑的个人巡回演唱会特意录了一段采访视频,希望这次巡演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,有业内人士解读,这是华仔有意在此次巡演之后,退居幕后影视制作和电影投资的暗示。 据了解,在这段视频中,刘德华将这次巡演命名为Always,并称希望将全国巡演打造成自己的巅峰之作,用来回馈自己的歌迷和支持者。 不仅如此,在以曝光的刘德华演唱会海报来看,这次将穿着白色演出服献唱,也是意味深长。 之前刘德华好友梅艳芳,哥哥张国荣告别演出,均是一身白色形头亮相,所以看刘德华演唱会书山的消息,并非空穴来风。